Lio聊世紀 天地圖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歌的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來宣布一件事情 有發現觀眾嗎 那就是今天呢 影片呢 第二部也是MBL 我這邊今天要特別宣布這件事情的是 MBL呢 已經在他推特上面 公佈他是全職的世紀帝國的實況主 他未來也會自立的 往世紀帝國這個方面發展 那最近我們天空熊呢 也是台灣第一位職業選手 而且是世紀帝國的 所以這個社群呢 一直在壯大 連外國也是 所以今天兩部影片呢 我都會來講MBL的影片 那MBL呢 他的直播網址也會在資訊欄上方 還有留言處 會公佈給大家 有興趣的觀眾 也可以去點他的直播去支持一下MBL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欄方 選擇的是日本人 日本人是MBL MBL這個文明呢 是比較特別的 他特別的地方是 在於他的步兵攻擊速度 是全遊戲裡面最快的 所以他攻擊速度超快 可以讓他打出一些後期優勢 而且步兵這個單位 往往也是在後期才可以出的單位 前期來說會比較難出一點 除非在前期打什麼裝甲塔 或是棒棒快攻之類的 才會吃到這些加成 那日本人呢 除了打步兵一關呢 也可以打攻兵路線 攻兵路線 也是很強的 強弩也OK 而且也可以打這個大型劍塔 塔吹也是很適合日本人 那日本人最主要的東西 還是打這個步兵加攻兵的路線 騎兵路線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在團戰來說呢 騎兵也是可以用的 但只能用在城堡時代 內加日本出騎士也是OK的 那前期呢 他的這個伐木場 跟模仿跟採礦營地 都是半價的 可以省下一些木頭 可以提早前去灑農田 大家自己經濟再更好一點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哥德仁 那哥德仁呢 他的最大特色是 步兵單位有減免的效果 那這個減免效果呢 則意味著就是說 你需要一點資本 才可以去享有到這個折扣 這就比如說這個商品 只有一折 但是你連一折的錢 都買不起的話 那他有這個一折 也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哥德仁呢 是比較適合玩 會開農的玩家們 會比較適合一點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玩打 強軍式的玩家 玩哥德仁可能會 玩玩的不是很好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農的比較慢 所以造成這個折扣 你吃不到太多 然後很容易就吃不到 完整的折扣 那你就GG掉了 所以玩哥德仁的一個想法 就是你要邊轉手為攻 先一開始先努力防守 然後等到自己經濟夠強大了 再轉出大量的這個哥德位 還有這個場劍兵啊 雙手劍兵 或是級兵 這個三色不一定出來 直接反殺對手 會比較適合哥德仁的一個玩法 接下來我們是要加速一下下 雖然最近的改版 讓哥德仁吃這個犀牛啊 還有鹿肉斑馬 吃的時間比較久一點 但是你們看他像這樣吃喔 一次吃4個野生動物 其實讓自己經濟會很慘 你們看MBL 他頂多就是吃2個 盡量就是保持2到3個 吃到4個就有點太過分了 會讓這個肉類流失有點太快 反而讓他 哥德仁吃久一點的效果 有點消失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玩 一些文明的時候 雖然早點趕路啊 趕駝鵬是比較好的 是沒有錯 但同時吃太多的東西 反而會讓自己經濟一下降一些些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地圖 地圖部分 哥德仁這邊左 果子在下方 這邊直接小圍 這邊圍到底 或是這邊 往右邊圍 然後再補一個洞也是可以 總體圍小還是防守層門偏高 並不是那麼好圍 而且這邊要小圍的話 主金也會 曝露在外面 曝露在外面 因為這個工兵直接站這個位置 挖礦村民也是沒辦法好好採礦 所以哥德仁地圖其實不太好 而且只有兩塊木區 大概只有三四十分吧 這邊看到三隻棒棒出門 現在買塊這個模組 是這個野豬的畫面 所以看起來有點突兀 我應該會把這個模組拿掉 我覺得野豬模組還蠻可愛的 但是這個冥冰模組 就有點不太適應了 可能是因為我沒有玩買塊吧 買塊我只有大概十年前 這個網頁版的時候玩過 他剛出的加把版 我算是蠻早期玩買塊的人 但最後沒有再繼續玩 後期有玩一下下 但是沒有玩得很深入 玩了一下就很快就放棄了 真的覺得人老了 要玩這種創造遊戲 蠻吃腦力的 所以我不太喜歡 雖然還是選玩這種重點遊戲就是 其實我在考慮要不要去玩買塊 但我覺得現在要顧這個頻道 就有點顧不及暇了 可能還是要全力的 把這個時間上放在這個頻道上 還有其他的遊戲頻道裡面 會比較好一點 好 有沒有想看到日本人這邊 直接想用刺頭 吸引對方的棒棒回頭打 確實拿到一點效果 這邊日本人封建時代 就可以讓自己步兵 加33%的攻速加成 所以MBL這邊用刺頭 直接繼續追著打也沒什麼問題 反正他敢一回頭打的話 後面步兵就會隨之而來 接上這些傷害 就像這樣子 直接補傷害 血量直接爆開 打得非常的痛 直接收掉一隻棒棒 這隻獅子直接助攻 幫MBL打了一波傷害 但是突然反打了一下MBL的民兵 MBL趕快處理 反應速度非常快 這邊獅子棒棒直接往右走 上面用一隻長江兵去追逐 這可能被反殺 OK 果然擱得直接回頭反殺了一下 再度拉走 好 稍微來看看MBL的圖 MBL這邊就相對好圍一點 這邊圍一下 然後右邊直接圍過來 這邊直接圍死了 這邊再圍一下 左邊這邊可能會比較難圍一點 可能圍到底 會比較好一點 圍的方式 還是比哥的人少一點 雖然兩邊防守資源 都是比較多一些的 這邊看到棒棒庫過來 但是家裡MBL 早就有已經準備攻兵在等了 直接收掉所有的棒棒 下方的棒棒 MBL是想要等裝甲步兵升級嗎 這邊在等資源的樣子喔 真的升上去了 因為通常出三隻棒棒都會升裝甲 四隻棒棒也會是 你越多棒棒 升裝甲的價值就越高 MBL這邊想用自己的弓兵跟毛兵 去吸引對方的弓兵主力 裝甲步兵一升好 直接開始砍這個木牆 兩邊居住防射補了起來 毛兵第一時間去打弓兵 這邊看他秀一下操作好了 這邊射一下回頭 對 步兵趕快回頭 不要打不要打 這個步兵往右拉就好了 然後用毛兵跟弓兵去 跟對方的弓兵對射 換到兩隻很賺 MBL這個細節操作打得十分漂亮 右邊這邊木牆直接尻尻 對就是這樣子 好 那如果他弓兵過來 趕快再拉毛兵跟弓兵到上前補一下 好 再讓自己伺候也跟進去 不然他步兵要先撤一下 好 毛兵繼續 步兵也可以往前 那這邊步兵的重點就是 隨意讓他們亂卡 砍村民也好 砍對方的弓兵也可以 好 但是對手也是很聰明 直接拉近弓兵到 對方戰毛兵的最短距離 但是這邊還是射爆了 MBL的所有的裝甲步兵 那對手也是很聰明 直接拿村民硬尻尻 直接尻爆了這些毛兵 MBL這一波沒有賺到非常多的甜頭 算還是有拖鬥對方 大家村民出玩 打架這個時間 這個採集時間稍微少了一點點 但沒有影響太大 那目前來說應該還是會是 日本這邊比較有經濟優勢一點點 最主要是因為他農田可以撒得更快一些些 好 我們來看喔 這樣子兩個伐木場 一個馬魔防 跟一個採礦地 這樣就省了大概200木頭 200木頭可以撒3片農田 那3片農田的前期效率就會很好 那看起來目前MBL家裡經濟很好 但是沒有出太多的兵可以防守這一坨毛兵 這個毛兵一定要出 自己也出毛兵喔 或是轉刺頭 才可以打得贏 這邊再繼續打下去 其實會有點危險 繼續往後拉 希望對方不要再繼續追了 MBL會有點頭疼 但如果繼續追他去 會有點風險喔 如果MBL這時候轉出大量的刺頭 直接上來硬刺是可以吃得光的 但MBL這邊在屯之院喔 上城堡時代所以應該不會出 唉唷 這邊是這樣 直接硬撞 完蛋了 送光了 MBL這邊小手失誤 既然失誤了 直接先偷對方的工兵 先把工兵收掉 觀念相當正確 這邊就直接離開 好一發能投得到喔 剩下一隻工兵 MBL也不想管了 揮手稍微撈打一下 把這個獅子給射指 好那MBL這邊生城堡時代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對手現在有軍事上的優勢喔 那待會MBL一上城堡時代 可以選擇雙馬就出騎士 或者是打這個 奴兵開局 或是投車奴炮 壓制這一坨工兵也可以 現在選擇上有點多喔 就要看一下MBL要怎麼想 好 現在是單射箭場 繼續出工兵 待會還是要生個奴兵喔 好 刺猴一直在控這個視野 看他的主力在哪裡 稍微再加速一下下 好 MBL這手已經升級好 看到升級的 哥德人直接選擇了撤退 日本這邊選擇的是二級射 奴兵還需要點支援 肉不太夠 好 肉有了 直接按下了奴兵 好 哥德這邊也是打工兵開 而且還補了戰矛 工兵加戰矛的組合 確實對MBL現在這個組合有點殺傷力 好 一升號奴兵兩邊就直接對射 戰矛兵還有十秒 這邊先射戰矛 戰矛一升好就很難打了 唉唷 這波哥德姐的漂亮 MBL送掉了自己的主力 但MBL這邊移上城堡士 但沒有先下自己的城鎮中心喔 而是下了一個工程機製造所 然後來按泰托斯車 後來是走了一個強軍式路線喔 投車奴炮路線 但他這邊正兵也確實也打輸了 打輸的時候還是要補一些單位喔 去針對一下比較好 不然很容易被對方打出一個洞來 這邊工兵應該看到上方的主力部隊 投車看到直接看完就撤 好 這邊想要偷射一些工兵 因為投車沒有注意到 好 收掉一隻還不錯 這時候哥德爾補下了二級伐木 但是工兵沒有回家 反而是繼續想往前 但是看到投石車 只能邊打邊退喔 後面有村民在修理 這隻村民是要前壓的意思嗎 看起來是喔 好 前方稍微收掉一些單位 MBL直接拿工兵 控住了一下哥德爾主經的位置 那哥德爾在上方持手續 開下新的TC 想要來挖城堡來防守 他可能意識到對方投車可能會一直砸喔 先挖石頭壓壓金 待會用城堡來防的話 可以有效克制喔 這個投石車的控圖範圍 少量工兵繼續往上走喔 好 騎士直接硬刺啊 哇 抓到一隻還不錯 MBL這邊家裡會有點危險 工兵可能想要來射挖石頭的村民 好 這邊看到了 MBL收村收得超快的 好 這邊直接屠路 拆掉了兵工廠跟射箭廠 直接用兩台投資車開始拆 那目前哥德爾人可以用一個打法 就是用投車護斬 不然就是用劍塔 插在這個農田地方 直接把農田滴掉 然後插兩根劍塔 直接硬射會比較好一些 不然就是抱一堆長槍兵喔 來反擊這個生頭戰術 那哥德爾人的打法 我會覺得比較適合 大量長槍兵喔 直接去硬戳掉生頭戰術 因為不管出長劍兵啊 或是出哥德爾衛隊 都很容易被對方騎士給打爆 直接出長槍兵喔 大量單位直接硬上 但是長槍兵又很害怕對方的工兵 所以這部分呢 哥德爾人可能要大量槍兵喔 配上一些奴炮或戰毛兵喔 做防守 那現在的打法 如果他要這樣打的話 就是要大爆撒農田 有在撒 OK 後面有在撒嗎 有 OK TC這邊 應該是守不住 但是這邊還是硬修 拉了很多村民來修理 這邊再繼續砸 頭車過來先砸弓兵嗎 哎呦弓兵有在控 直接給B陣躲掉了 NBL直接雙TC 直接TC開砸了起來 被換掉一台頭車 小虧了一下 這邊想要預判 但沒有抬到 哦 這邊被哥德人賺到一台很賺 NBL這邊強軍師繼續打 雖然是雙TC開農 但聰明術還是落後哥德人的 哥德人現在村民有領先 好 那這時候NBL點下了神聖思想 那這次神聖思想的價格 也是被抬高了一些些 黃金上再多了一點 但不會貴太多了 稍微平衡一下這個價格 哎呦這邊頭車砸一發直接砸掉 一隻老頭 其他老頭殘血 另外一個直接撞到TC了 哇 哥德這邊決定要打哥德衛隊嗎 哥德衛隊很有可能會被打爆 因為現在騎士數量其實蠻多 而且還有兩隻老頭 只要數量低於20隻的話 還有可能會直接被招了去反打一波 但是這邊有準備一些騎士 這邊是九隻騎士 配上大概五隻的哥德衛隊 哥德衛隊直接被招走了兩隻 左邊還有三隻騎士在過為幫忙 但是這邊工兵直接送光 第一時間是去追NBL的投資車 騎士應該是可以把投資車全部解掉 但正面的哥德衛隊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這邊工兵射騎士傷害是非常高 哥德衛隊再次被受到騎士的傷害 想要收到這隻老頭可能有點困難 哇果然哥德這一波打得不是很好 雖然這邊四面八方都有兵煙過來 NBL這邊防守陣 確實打得不錯 而且投資車第一時間鑽到這個小洞 讓對方騎士沒有第一時間撕出 這個哥德人其實那一波已經秀得很漂亮 但沒有第一時間去自由開火 他把全部騎士去追投車就不太好 拉兩隻騎士去砍後面的工兵也是蠻重要的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兵太少 他太衝動了 應該是個年輕人 還是太衝動了 是我就會想再別多一點 別多一點哥德衛隊 然後再補更多騎士或是長槍兵 直接上去硬A 可能會比較有機會一點 好那哥德這時候補下靈甲跟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呢是哥德比較重要的一個科技 算是他的關鍵科技 沒有這個科技的話 哥德人就沒辦法好好爆出自己的哥德衛隊 那他這邊其實有點小偶失誤 你看他這邊農田有點 木頭剛剛爆到一千個 現在才開始撒農田 如果他剛剛在賣個五分鐘 然後現在要再做個反攻 頂多爆個TC 這邊還是有可能打得贏的 但是日本武士一出來 讓MBL這個防範之心 防這個哥德衛隊的話 哥德衛隊就很難做事了 你等一下要做長劍兵 或是打奴兵的動作 甚至到了這個地用室 他要出火槍 他會有可能比較打得贏 不然哥德步兵互打的情況下 有時候是很難藏到甜頭的 畢竟沒有三防 而且攻速來說比日本還要慢 現在哥德想要打贏優勢的話 只有上帝龍時代 210人口直接淹過去 或者直接出大量的劍兵武士 也是個辦法 大概就是火槍了 哥德現在的選擇並不多 MBL這邊強軍士連衝車都帶出來了 三台衝車直接硬衝 日本武士開始尻起來 武士刀 薩姆奈 開始把他刀 黃砍 對著生女就是一陣亂砍 後面三隻老頭開始著想 找到了一隻騎士 下方騎士也在做一個拉打 後方騎士想要來拖拆頭車 拆到了一台還不錯 正面的哥德衛隊也是上來補掉了這些老頭 老頭直接原地倒地 但是剩下的哥德衛隊直接被日本武士砍爛 哇 爆血 哥德衛隊果然跟日本武士沒辦法互打 人家三刀就可以處理好了 哥德衛隊 哥德這邊也沒有點下一級攻 傷害來說也是比日本這邊傷害更低了一些 現在日本有攻速上的優勢 基本傷害也是領先的 MBL這波強軍士確實打得很漂亮 把哥德大量農田全部打爆了 下方這邊他也知道 只要一控住農田 哥德就會直接斷肉 沒有辦法出步兵防守 頭車這邊打一發 哥德衛隊直接殘血 少量的日本武士過來營救 這波又救得還不錯 MBL很努力再燒農田 這裡有農田可能有點危險 要再補一棟城堡 這個位置 上方日本人再上次衝了過來 當然常見兵跟日本武士互打 還是有點難打 日本武士攻擊輸太快了 常見兵還沒升攻擊力 基本傷害只有9攻 日本武士現在是12攻 差了3攻的傷害 而且還有33%攻速加成 常見兵打起來還是有點硬 哥德衛隊終於找到機會 偷拆掉了對方的頭子車 那為什麼 一定有人會說 為什麼你要出哥德衛隊去拆頭子器 主要是因為哥德衛隊的跑速會比較快一點 出起來跟騎士差了一點速度而已 而且價格比較便宜 最主要是價格便宜 哥德衛隊 很省 但是現在的哥德的心態被MBL抓得老老的 他現在只知道出日本武士就可以搞定一切 不管是要砍對方常見兵 或是要去弄他農田 出哥德衛隊來說的話一定是擋不住 一定要出常見兵 哇果然硬踩了這個農田 直接爆炸 像是前後夾攻 上面也出日本武士 下面也出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到處亂串 好這邊這邊硬打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日本武士脫離了一些方位 後方還有兩隻奴兵在幫我輸出 常見兵再度倒地 哥德衛隊終於意識到的問題 點下了鍛造技術 好這個城堡應該是能蓋起來90%了 日本武士這個刮殺的聲音聽起來很舒服 咻咻咻咻咻咻咻 哇直接再提示一下硬砍 這時候MBL偷偷點下帝王時代 哇你出這麼多日本武士還能點帝王時代 太狠了 這已經把哥德爾砍到生活無法治理 農田大量直接爆開 要重新灑新的 好常見兵終於點好 這邊還點下手推車 經濟很好 日本武士繼續輸出 OK下面我打贏了 這邊趕快在收村吧 收村打日本武士還是有傷害的 好這個村民 跑掉了 一城堡射掉 好繼續把日本武士往右派 但這邊往右派會有點危險 這裡已經有這個城堡了 哇這些農田直接被踩住不能種田 哥德爾人好難受 好手推車重量補好 這裡三個日本武士再度回頭 直接TC下亂砍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砍到了一堆農民啊 哎 哥德這邊太慘 村民數值降到剩98村 村民差距約30村左右 好少量的哥德尾隊直接過來防守 加上城堡的傷害 順利的收掉了最後的兩隻日本武士 但日本人MBL 帝王時代還有5秒鐘 這該不會會帝王勸退嗎 我覺得很有機會 好果然升到帝王時代 家裡一堆日本武士在等著他 好這邊看到日本武士 一堆在家裡等 直接打出了 GG 哇MBL 日本武士暴打得非常漂亮 這個強軍士 確實殺到了 哥德爾人的大量農田 農田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 這個沒有肉 哥德爾就沒有辦法發揮 他這個折扣的效果 那日本武士也是 硬打也是很強的單位 攻速極快 本身來說 他只要再繼續出日本武士 那後面再出一些 在毛兵腦去針對對方日本的 哥德爾的這個火槍 打後期也沒問題 就算打這個 日本武士跟戰毛兵 日本人也是相當神 後期也有這個巨頭 攻速的優勢 巨頭戰本身也不會輸太多 所以我覺得日本人玩起來 算是蠻厲害的一個文明 但是他的經濟 就是要很難農得起來 要農起來也是一個問題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的方面來說 應該是日本人這邊會拿下 比較多的勝利 但看起來好像沒有贏太多 那為什麼哥德爾人這邊會輸這麼多 那為什麼哥德爾人這邊會輸這麼多 最主要是因為 他大量農民的村民 都跑去划木頭了 因為農田沒辦法安全的去農 所以看起來 總體來說是哥德爾人贏 但其實上 日本人這邊是贏更多的 史物雖然只贏了少少幾百 黃金只贏了一千多 石頭也贏了一千多 但這邊就贏兩千 關鍵資源就贏了快兩千 然後史物也快贏了快一千 木頭贏這麼多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因為這些木頭都變成被MBL拆掉的資源 所以實質上是哥德爾人這邊 輸給日本人的經濟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拜拜